我们学佛做人,要懂得生死之处。 精气为物,由魂为变,所以自顾之归神之形状。 实际上,一个人靠的是精气神。 精气,它可以成为一个物质。 神实际上就是游魂,也就是说一个人靠的是精气神。 我们说这个人有精气神,实际上说明这个人很正常。 精气,说明这个人有气场,这个人有气,他才作为人。 精,说明他有一种人特殊,所拥有的一种精神,一种气质。 但是呢,如果仅仅有精气而没有神的话,那你就是一个废物。 那你就像动物一样,因为神就是你的灵魂。 从阴界讲起来,神就是游魂未变,他这个精神会变的。 实际上,人的身体和肉体,它是永远不会变的。 你的两条腿还是两条腿,不会伸出第三条腿。 你的两条腿还是两条腿,不会伸出第三条腿。 你的眼睛是两个,你到死还是两个,这围不动。 但是呢,魂会动,为什么很多人过去很好,后来越变越坏了呢? 因为他的精神变化了,他的神变了。 为什么很多人本来精神很好,突然之间觉得精力不够充沛。 实际上,他是神远离之,神魂颠倒,神魂颠倒,讲的就是他的精神为变了。 当一个人精神变的时候,他的神魂就是在变了。 当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,实际上他就是神魂颠倒了。 当一个人,以不好的事情为善事,以好的事情为恶事,这个人实际上就是神魂颠倒之人了。 所以,要管住自己的精神,要管住自己的神魂,要管住自己,不要去做恶事。 自古以来,很多自古以来,很多自恶事的人被抓进去,甚至被判决。 死刑,很多人就有一句话说,哎,这个人啊,魂不离身啊,这个人啊,魂都没有了,所以他才做出这种事情啊。 大家要记住,大家要记住,精气神,为人之本啊,一个人要靠精,要靠气,要靠神啊。 才过去,大家都知道,鬼神啊,这个情景呢,是虚淡的,也就是虚无缥缈的。 但是,虚无缥缈的东西,一旦进入了有实实在在的肉身之上,他也就变成实在了。 就像很多人,鬼上身之后,这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间恶鬼啊。 一个人,已经自己的灵魂,良心都没了,自己的善心和他的本意都没了,这个人就是人间的最大的恶鬼。 所以,我们的精神好了,我们的神魂没有颠倒,我们在人间做的就是善良的人。 当一个人,当一个人,神魂颠倒,他实际上,已经如此,如此不可教授。 实际上,他已经在人间作为死归断灭了,他已经没有人的良心,他跟活死人是差不多的。 你们看看,那些杀人的人,实际上,他哪像个人呢? 他就是人间的恶魔啊。 大家看过多少报纸上的消息,有多少杀人的魔王,还把他称为人吗? 有谁把他称为杀人的人王? 他是一个魔鬼啊,他是一个人王。 所以,他实际上,他实际上,人的心已经没了。 这种人,就是没有因果报应的概念。 所以,他在种因的时候,他不知道,终有一天,他会被砍头,终有一天,他会被枪毙。 所以,他一切的逆恶之行,所有的权会都有报应的。 所以,他不能得逆恶之行,也就是说,他不会得到他想做的所有的事情,而他所行的,所修的一切,都是他自己的叫,我们所说,自食其果。 实际上,依据自食其果,就是因果报应。 听众朋友们,实际上,我们做人,有何所禅而不畏乎啊? 啊,乱天下而获人类者,必自自食义啊? 也就是说,你整天的,给人家运来灾祸,整天的在天底下做坏事,叫乱天下而获人类者,经常的去残害人类。 因为,你必自此食义,也就是说,你最终的结果,就是你,最来的结果是一样的。 也就是说,你所做的恶事,一定会有恶报。 为什么,必自此食义呢? 开始一样。 也就是说,你做坏事的时候,这个开始,你最终受报的时候,也就是你做坏事的开始,那个时候,所听后说的果报,那是一样的。 所以,这句话叫,必自此食义。 所以,我们要劝人为善。 诸子之免君子无所谓而为善,独不律,小人无所谓而为恶也。 我们要知道啊,要帮助君子人多做善事,要多串君子人,多串善良的人,做更多的善事。 但是,我们很多人,没有顾及到小人为恶啊。 我们更应该串导那些,无顾虑自己的小人。 他去做恶的时候,他没有想到有因果报应。 所以,希望大家多劝劝君子人,也劝劝小人,不要去做为恶意啊。 好,听众朋友们,时间过得真快。 今天的这个白话佛法呢,谈的因果呢,又到这里结束了。 但是呢,每个星期呢,台长都会在这里呢,跟大家说半个小时的节目。 我们下次呢,继续给大家谈因果报应。 其实,因果如影随形,谁也逃不掉,谁也赖不掉。 它像形状一样,它像一个在被你的身影所直射出来的阴影一样,永远伴随着你。 你迎着太阳走的时候,这些阴影就没有了。 当你迎着阴暗的角落走的时候,折射出来的就是阴影。 所以希望大家迎着太阳走,希望大家心中充满着阳光,充满着喜悦,充满着佛的佛光。 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,充满着大地,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,直射着大地,照亮每一处,每一个角落。 好听众朋友们,学佛修心,贵在坚持。 我们一定要坚持好好的学佛、学法。 我们一定要懂得人生无常啊。 我们要懂得珍惜人生啊。 旺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